维棋频道 而为大家做讲解的呢 是邹俊杰舞段 邹老师您好 您好 大家好 这个是农兴杯第二阶段的第四局 那么这个第二阶段呢 将进行六盘的对局 到现在为止 昨天因为陈耀夜 刚刚战胜了日本的杰臣聪 所以呢 这个日本队呢 形势已经非常不妙了 到现在为止 只剩下张许一位起手了 对 还没开张 起来一谈命 确实 那么今天呢 就是陈耀夜 继昨天战胜日本起手之后 韩国起手 就上台攻略了 那么今天韩国队派出的是 崔哲瀚九队 两位起手应该来讲 是 应该我觉得中韩起手交锋里面 算是比较多的 我印象中应该除了 古力跟李世时以外 交手最多的中韩起手 应该就是陈耀夜跟崔哲瀚 你是说他们两个人 互相之间的 对对对 近年来 近年来 我印象中应该下了 有十多盘了 有这么多 对 最早以前那个中韩天元对抗呢 崔泽瀚是被 被陈耀夜弄了一个8比0 很惨 连续输了四截吧 应该是 但是呢 最近那个 开始有点翻盘 他最近好像联姻呢 包括围甲比赛 好像联姻有四到五盘 其实如果没记错的话 所以说呢 陈耀夜上盘赢了以后呢 他们排除陈耀夜 还登场了 是有一定的战术性的安排 因为最近呢 崔泽瀚开始对陈耀夜 一段时间的连胜嘛 这个心理上会在你的优势 确实 这如果 起手嘛 一般来说 如果说对一个人胜率比较高 对 比如说之前好像 前天因为 陈耀夜上阵对江东润嘛 对 所以那些江东润说了一句说是 不知道是谣传还是什么 他说 怎么是陈耀夜 对 因为陈耀夜现在最新的等级分排名 以一分的差距 又荣登第一了 对 领先十月一分 所以说他觉得可能比较奇怪的 因为第一的人怎么会率先上场 因为后面还有十月啊 谈笑啊 对 之类的都还等着呢 对 但是可能陈耀夜对江东润的顺利比较高吧 前天不管怎么样 一波三折 其实还是赢下来了 对 不过就是反正现在中国这一届的阵容 确实比较强 那么谁登场 其实他们实力上 我觉得没有太大的一个差距 因为你看看这样 十月 周伟阳谈笑 对 都是现在90后的佼佼者 他们这个水平上 其实没有太大的差距 其实韩国的阵容也还是挺强的 后面还有朴婷环跟金智希 没错 那么等于也是差不多 除了李志时没有入选以后 对 基本上他的阵容还是很强 基本上也是最差不多最强阵容 如果换下李志时的话 他们的阵容也是非常的强 好 那我们下面先来看棋吧 这盘棋呢 是由陈耀夜之黑先行的 黑棋下了这个行为 这个是比较少见的 对 他其实就是想 当你搓小木的时候呢 他可以 这个小木对着你 还是这个意思 就是 如果说 下这个 下这个角度的话 有可能人家会下对角 那么你在心位的时候 他可以挂这个位置 就挂过来 是这样 黑棋可以抢先挂 两个小木相向的时候 挂过来 对 就是 当然这样下也没有什么不可 就是每个棋手 他有他的 他的喜好吧 他的喜好 他就是想 如果对角的话 他宁可这样下在心位 你就挂不着了 是 他下了一个这个 对 然后你搓小木的话呢 他就可以 走小木 因为心位呢 担心可以去挂完以后 走一个小一路的中国流吧 迷离中国流 怕有研究是吧 对 其实也没什么研究 因为大家这个东西下的太多了 其实他们这些高手 对这个布局都很熟悉 就只不过就是呢 他有他的喜好 可能这个布局 他并不是特别喜欢的一个下法 他下了一个 这个背面向的 那个的小木 对 这期高挂 高挂 高挂这个期 也是比较久违的一个下法了 以前曾经很流行 以前是白棋比如说拖啊 然后顶 搬下来 然后白棋长 然后拿吃 对 打完以后走一个中国流啊 走这儿或者是这儿 这两个都有 这两个点都有 以前这个布局是非常的流行 那么有下过很 我觉得应该印象中 应该下了有一年多 这个布局非常 几乎很多高手 顶尖高手都在下 无论是中国的还是韩国的 但是 有一天他们就下下烦掉 就像就像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中国流也不像以前 那么流行的一样 但是高手他也会有一种 有时候下了太多了 他会很闷 很闷着 起手会有一点抵住的情绪 所以呢 有时候就会换一换 那么 这个高挂呢 其实 已经很长时间的出现 现在比较流行的是低挂 然后白棋怎么 白棋也有加的 然后也有反挂 也有这儿的 然后什么二间高架 这是最近 还比较流行 还有三间高架了 这是最近比较流行的布局 怎么下都可以 但实在他这个高挂呢 等于又绕回来以前的布局 但这东西就是这样 就是经过呢 比如说 两年以后不下 起手对这个布局的套路 或多或少也会忘了 因为毕竟我们 人老不是电脑 他不是输入一个程序 你就永远记住了 是的 所以他很多变化呢 在当时 他是研究得很清楚的 但是过了两年不下以后 他可能又不是特别的 没那么熟悉 没那么熟悉了 这个时候呢 又可以拿出来下 双方都有新鲜感 这是 我觉得也是挺 维其比较有意思的 一个地方 其实我们也希望 可能 我觉得大家 那些奇迷朋友们 也希望不断地 有新的布局 新的招法出现 对 这样会比较有新鲜感 而且也会比较精彩 对 也好看 总是下一个布局 觉得挺烦的 对 美盘其实前三十手都一样 那多烦 那看 也很无聊 小飞挂奖 在这 他就脱先了 他没有在底下再硬 黑鸡就脱了 成员也还是比较喜欢 注重实地的 站法 那么喜欢走势力的呢 一般是会 从上面去 飞压 飞招这个 现在对于小木高外 以后黑鸡一般来讲 现在比较流行的 就是飞压和拖两种下 是的 飞压完了之后 白鸡这一代 也有可能会接 继续拖线吗 还是 再走一个 我觉得走一个 好像这配置看起来 不是 对 接着拖线 也是可以走的 然后针子 如果针子有力的话 可以拖断 拖断了这个 然后黑鸡打持 长 走 这样 如果现在可以引针 这也是可以下 是的 如果说下成这样呢 也是一种下法吧 反正现在还是黑鸡 针子有力 是 就是针子 如果针子白鸡 白鸡 如果针子不力的话 担心黑鸡单长 单长这个 对 单长你要力的话 那就不一样 这下少挖一下 还差很多 对 等于刚才我们去看到 这下 这肯定不可能乱走 眼形上会损很多 是的 这样如果说 这个定型的话 以后黑鸡 拖完以后 什么顶啊 都会不太一样 跟刚才 是的 是 这差多了 对 如果你然后你打 对 我应该要打一下吧 然后挡这儿吗 挡这儿就拐 这样就一个针子的问题 是 长的话就打了压 打了压 这就是一个针子的一个关系 对 现在白鸡还是没法转换 你外面走的话 没有一个是对黑鸡有威胁性的下 是 所以拖断的话 一般来讲 要针子有力 如果针子不力的话 黑鸡长呢 你会稍亏一点 如果黑鸡单长 对 白鸡就爬掉 然后脱退 是吗 嗯 就是如果说白鸡 就不 针子不力的话 这样的话 这样下的话就会 黑鸡会有长的变化 长这个 你就会稍亏一点 你大概只好立一个 这样会亏一点 那有点难受 确实 因为挡那边也是也是一个针子的问题 嗯 挡这儿它也可以拐打这个 接上 这也是一个 我们可以看到还是一个针子 这边也要拐 这边 你扳不着 扳也已经针掉 对 是的 这个是白鸡痛苦的地方 如果白鸡可以跟它转换的话 还可以接受 对 但没得转换 对 所以拖断的话 一般我们可以看到 要针子有力的时候 才能使用这个手段 嗯 要先看一下针子 好 在黑旗蒸不掉你的情况下 才能拖一下 对 嗯 实在呢 它还是选择拖的 拖脚 嗯 前面的就是陈销炼的风格 两个棋都可以下 啊 前面这样下的更注重实地 对 它本身就是非常喜欢实地的一个棋手 高挂 哦 一起拖 这就简单的下个定式了 嗯 白鸡接上 然后在这里二肩反家 对 这都是比较流行的 嗯 小肩 接下来白鸡这部棋 是最新的一个下法 那我们以前最早以前最 对啊 以为它都拆回去了 就是拆回去 拆回去呢 黑鸡一般来讲呢 会会压 哦 那白鸡现在要跳出来吗 还是 白鸡 跳出来的话 黑鸡冲了拐 哦 冲了拐 冲了拐定型 都可以 假如说这样的话 它就冲了拐 挡住拐 哎 这个是 也是比较常见的 这样白鸡现在 目前不是太好下 有点吃亏呢 嗯 也还好 黑鸡这个中央还是有点木 哎 差不多 主要是这边已经下两手棋了 对 然后你 如果说你觉得这手棋不大 你挂脚也是可以的 都可以 这 但这手棋也挺大 因为白鸡 跳起来以后 这一冲了一尖呢 还是很舒服 嗯 对 黑鸡 有腰斜的感觉 对 而且这中央 你可以看到 白鸡 跳起来 这中央 还是暗藏着 很多的木树 嗯 黑鸡飞过来以后 是的 将来你可以 掉一个 可以点一个 我们可以看到 中央明显 这个黑的 就会形成一定的视力 是的 是的 这部棋确实挺大的 对 这部棋 中央的木还是有 表面上看 好像没走到实地 但是中央还是有 很大的出入 一个双方的 一个肖长 对 是的 这个是普通的 一个下法 对 大家都能接受 这个下法 因为飞 它下的很强硬的 对啊 它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你如果 肩顶 肩顶 立下来吗 那不一定立 它把这个跳 是这样的 这样就 强行的 把上方这个地方给撑起来 嗯 那么黑棋打进去 白的再进攻 但是打进去的时候 这要被黑棋 白棋立下 是的 是的 稍微黑棋 稍微有点点委屈 那黑棋肯在这要扳一个吗 嗯 扳的话这边会有点大 这边被人撑起来 而且扳它本身 它可能就硬住也没关系 扳的话 你就扳住 扳住 我得打呀 打他打 这个 白走了 下来 再踢然后再打住 这也差不多 因为它以后 它提估计要把你提回去 因为这截黑的 白的始终是太轻的 是的 是的 你即使打到这儿来 了不起也就提到这儿来 把我这个二路紫吃了 也没什么了不起 对 但是这个脚 人家提过去 再打上去 就要提 看着你脚的生死问题了 这样整个就是白棋的效率 就撑起来了 嗯 那么这个地方你这手棋就准备省掉了什么 对 所以黑棋肯定是要进来 但进来呢 白棋就会进攻你 这样也是可以尝试的一个下方 但感觉上呢 黑棋上面被包住了以后呢 会感觉有点点委屈 是的 假如说把这个算成白棋提了 它只能粘上的话 那就很难受 这个脚 你就在里面活了一个小脚 等于说 是 外面白棋很厚 只要算它提到这一下的话 即使它提不着你以后 这个结能不能打赢 也是个疑问 对 你不能随便开结 因为这个结黑棋很重 那这一代如果厚了的话 黑棋那个打入 我就觉得 嗯 好像到底是 呃 是打进去受攻的 还是什么意思 有点看不明白 反正这样下也很复杂 局面还是很复杂 只是说 呃 感觉上啊 嗯 是白的是比较充分一些 是 那么一般来讲 黑的时候 哦 这个飞很 黑棋靠比较多箭一点 哦 靠这个 那白棋要扳吗 对 扳长 长的话 我再长一下 然后黑棋顶住 这样白棋大概会退 或者或者尖一个 就两种下反 哦 是这样 那黑棋这边要进去吗 对 然后它打进去 这样就很复杂 哦 这是 比较复杂的一个战斗 哦 就是一开始就两人 开始端兵相接了 对 刺刀剑红的下法 好 这样也 也没有一个好坏的定能 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嗯 实际上呢 陈阳燕下来比较简明 选择 小剑 嗯 黑棋 白棋再回来 拆回来 这样它就把你 白棋 作为白棋 就把你刚才飞压 这个手段给防住了 嗯 嗯 心情上感觉是 白棋是可以接受的 好像觉得交换到这一下 总觉得还不错 对 你这个飞压呢 没有 没有了 现在只能是尖回去 它就实际上就尖顶了 对 心情上白棋是不错 但仔细看一下呢 实际上 呃 也很难说白棋就一定的便宜 嗯 因为 这手棋的方向是撇到一下 但是问题是 我们可以看到 结果快以后 黑棋 白棋上方的潜力 也就被破坏掉了 对 所以 这手棋 因为你下方 现在也看不到 明显的一个势力白棋 嗯 所以白棋整体的方向 也未必就好 我觉得陈阳燕 也是基于这个考虑 他觉得选择这个 简明的定型 这样 呃 局面并不像刚才那么乱 但是呢 他觉得并不吃亏 他觉得你这撇了我一下呢 但是问题是 你这边就 潜力就被破坏掉了 而且由于呢 有了这两个交换 你就没有 不好意思长了 因为本来坚定的话 白棋肯定是长 嗯 对吧 但是有了这两个交换呢 你就白棋这个长 就长不出手 所以白棋局部呢 也 也不知道怎么下 因为你先立肯定是后手 对 原来不会印你 长的心情又比较怪 嗯 所以 前院可能觉得呢 这样呢 嗯 他不认为有什么吃亏的地方 因为刚才就是 摆在这个飞压完了 本身就要飞到这儿 觉得这个飞是五大骑 主要是看着那边还有一些视力 对啊 既然是能尖到这儿 可能觉得也可以满意 对 虽然看起来不是什么 不像什么好奇的形状 嗯 但实际上黑棋没什么不满 嗯 他其实主要强调你上面没有很好的配合 嗯 嗯 那么白棋 白棋回到下面 翻了一下 啊 因为没什么好的骑下了 那就 还是回到下面定型 嗯 白棋拆二 这是比较常见的 嗯 现在都不肯虎了 嗯 最早以前都是虎的 但都是觉得这一骑速度太慢了 现在都选择拆 对 嗯 宁愿脚上被你扳一下 嗯 白棋接着拆 但这个配置还是觉得有点怪怪的 嗯 也就 也差不多 因为你扳 还是刚才那个定型 啊就是搬住 然后翻打一下 启打住 嗯 应该这骑已经形成了一个完全是铺地板的啊 铺地板的一个局面 大家都打散了 嗯 那么其实作为白棋来讲应该是可以接受的 如果都打成小块了拼关子 是的 白棋应该是可以接受的 但好在这个 呃 这个这个三国内台的规则 它是 它是六母版 对啊 因为我们知道中国是多 那四有三有四分之三 那么多贴一幕棋嘛 等于实习 是的 是的 所以如果说中国的规则的话呢 黑棋多少有点不太满意啊 嗯 但好在这是 差一幕棋 差一幕棋 赚了一幕 嗯 还是 因为这种细棋的时候啊 这一幕棋还是挺大的 对啊 对于顶尖的高手 一幕棋还很重要 前天的棋如果插那一幕可能就不一样 对对对对 嗯 可以分一个 嗯 前天我们那个 陈阳叶虽然说呃 上面写的中盘获胜 但实际上 那棋就是盘面棋目 就是盘棋 对 就是如果说江东正如果继续输子的话 就是盘棋 这个时候不要再去完成这个定式了 是 因为上面已经是很结实的形状了 嗯 啊 即使要走的话也可以考虑飞起来 嗯 但现在这个逼还是明显的很大的一个点 对 地板马上就爬 嗯 然后被白棋逼住以后 这地方还有说不清球的地方 嗯 有可能会有打入 啊 一个是打入 还有局部以后有可能可以这么去掏空 你要挡上来呢 再去飞 是的 这也是 比较经典的一个 一个掏空的一个手段 嗯 啊 局部来讲 可能啊 黑棋已经拿白棋没有办法 哈哈哈 反正你是抓不住他这个子 对 你可以吃掉他这个子 但是人家从中间穿下来了 是 啊 所以说 嗯 这个是必须要抢的 是的 其实白棋不知道有 有没有可能 直接走这 啊 那个黑棋肯定要接三车 对黑棋会走这个 但是再挡一个 啊 就挡不住 啊 因为这个局面已经铺地板了 飞还是挺大 是的 所以说黑棋飞还挺难 还是挡住吧 嗯 其实白棋可以考虑选 选择这个 是 那接下来可能这里面是不是黑棋要考虑一下 搬一个还是怎么着 反正你搬完就得补 你搬完 搬完如果不补的话 这里面的手段就变得厉害了 对 刚才还是讲了点一飞的 嗯 所以搬完你大概跳或者尖一个这两个点 搞不清楚这两个不知道 然后 就收关了 这棋就进入收关了 这棋子好难收啊 觉得不知道应该从哪儿着手 对 可能是不是要把这些 力也很大 对 我觉得这个看起来挺诱惑的 对 其实我我感觉白棋这样是可以接受 嗯 慢慢慢慢收呗 但是就是黑棋也不坏了 这是一个稀奇的局面 嗯 但实际上我觉得黑棋还是比较舒畅 实际上因为黑棋你看他逼到以后 拆到了 他拆到白棋迟早得回来 嗯 他实际上是稍微交换了一下 然后再回来 因为这个还是还是大 反正得回来 对 你不回来被人家爬 啊 爬完你挡还有点 这不舒服 嗯 那么交换到这一下以后 你看他这个手棋就可能无形中就省掉了 嗯 因为有了拆到你将来打入可能是没有了 对 你就别惦记了 对 你就最多掉了一下 或者急了也是靠进去最多了 但是没有 肯定没有刚才那么严厉了 所以这个感觉被黑棋逼着啊 我觉得白 黑棋还是比较舒畅 是 嗯 那么逼着之后 接下来是不是黑棋要对那颗子 如何了 嗯 他先点了一下 上头 嗯 啊 这是引个针 嗯 然后再肩冲是吗 对 他这个引针是怕人冲断吗 对 怕人冲断 哦 是这样 冲断的话黑棋局部可以打这个 翻吃 嗯 然后等你查我再贴掉 对 这样就可以看到一个针子 如果上方你看如果他不飞掉那一下的话 这挺巧妙的 嗯 这样可以去打吃 再一打 翻吃 嗯 就是这个打牵手就是这个针子 像我们看他飞一下刚刚起到的作用 嗯 如果不飞 针子就不利了 对 针子不利的话人家有可能冲断你 对 冲断你再都来不及了 对 是的 所以这个飞一下是有它的道理的 嗯 是 但不是随便飞一下 嗯 不能乱走 对 不管怎么说 我觉得白棋现在不能冲断 他实战是这么去三路这么爬活 那么我觉得黑棋肯定是成功 还不错 对 黑棋应该是成功 因为这个方向上 你看黑棋 白棋走在了 黑棋这个铁铁头的地方 嗯 这个地方其实说白了 这个定制下半形 有白棋是很不愿意往这地方走的 嗯 那么同样黑棋也不愿意用这个东西去 唯控 那么这地方是一个价值相对很低的地方 嗯 所以呢 所以呢 白棋现在这个方向上 我觉得不满意 走到那边去了 对 所以我还是觉得这步棋有一定的问题 还是你觉得应该差 对应该差 像你可以看到黑棋把这个走后了以后 他现在如果补一个将来这一搭可能就搭住了 那中央中复这个地方的潜力是相当的大 是 而白棋在底下就得了可能就四木棋的样子 对 所以这个样子可能白棋这个方向不太对 嗯 所以走着了一下 但是对 哎这个靠挺好的 从这把它全部对 全线风风靠的话局部来讲你是只好 哎已经走不动了 只好大概就是退一个 那么或者顶一顶我就退回来 对 要不你走这个呢 我也可能顶住 是啊 这已经封得很严实了 对 这一封 这个地方的潜力就可以看得很大的一个潜力了 而且这地方只得了四木棋 上面上面应该远远不止四木 是 所以 这其实我觉得问题就是出在了这个尖 可能有点 随手了 那这个地方白棋 既然这个靠住 我觉得被黑棋封锁的这么严实 是不是考虑先出头呢 这个出头我也不知道怎么出 这样吗 跳出是比较正的一个棋形 但不过这个压住也是够大的 对 这个压住 也挺痛的 这中央反正无论如何都是黑棋的厚味 对 这压主要是白棋 这个事实已经无法改变了 只能这样 大概就煎 煎一个火 煎一个火 但是以后还要被冲着打着一路这样收刮一下 很不舒服 这手其实也是够大的 反正这中央黑棋的后室肯定是已经排在那了 就看得很清楚 这样以后这些地方是不是还有打入的可能 打入你正常压住 那么挖出来 还有可能这样 因为现在黑棋太厚了 那么你要想撑过的话只能打只能翻打 那反正要被戳一下 对 对吧 因为现在如果说 这样好像看起来白棋不太像好战的一样 两块的 对 所以大概只好忍耐 外面先手抓一个 对抓完就打结 你还得回去 这样又被弄一下 那么黑棋就算把这个飞住 黑棋也是很充分 这中央无论如何将来总会撑点木的 是 多多少少的问题只是 对 好像这期前面白棋这个布局有问题 反正总而言之被人家撤住以后就觉得不舒服了 早知道这步棋还是别加了 这么看这个加还不便宜 还是直接打算了 他总想着你没拆 那我先加你一下 对 对局的时候心情上是不太 但实际上加了也不见得好 实际上主要是这个人家这个照有点严厉 你还不如挡一个算 挡 推棋大概也就拆个二 是 然后白棋再立一个 慢慢的 也挺大的 对 慢慢的收关算了 就这种棋呢 有点像刚才这个飞跟这个肩交换了一下 就感觉上总觉得白棋还不错 能走着一下 但实际上未见得便宜 这里也是 你觉得人家没拆 你可能进取一下 对 但实际上不真好 当时觉得实际上便宜 但是人家照确实是一部好手 是的 应该来说这棋 黑棋 白棋就比较被动 显然烟棋 到现在为止 这个棋还下得很舒服 接上 白棋是把这个给贴出来了 对 黑棋接着搬 再搬一下 是吧 它就长 顺势而为 没关系 对 你出头也对我没什么影响 白棋是选择的虎了这个 我觉得这个虎可能也有点小 是不是有点缓了 我觉得跳这个还不是挺大 跳这个或者利这个也不小 利这个也不小 就主要长稍微难受 长但是就沾上了 我觉得 了不起就让它长 就忍一忍 因为本身黑棋前面飞得长 白棋不也得硬 差不多总得走 脾气好一点 不要老是这个争了 对 这样黑棋你看 不走白棋就要跳进去 是 那么你要是硬的话 那我总是便宜的 对 你要是跟着硬 我的力一下 我总是不愧 那么被白棋跳进去的时候 你这块鞋还是有点保卫 我觉得交换几个 再把这个跳出来 可能会比实战会好一点 这个力还是挺大的 因为接下去就跳进去 对它整块黑棋还是有一些威胁的 是 而且这个木树本来就挺大 对 应该搬着一下的话 这个差距是显而易见的 对 如果就觉得这个局面 实在找不着什么可下的话 我觉得先把现实的木树走到 对 实在它主要是还是强调你这个损 就是它对局是有这个心情的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棋 用时尚比较短嘛 那么它不会去 太这部局上会多投入时间 那么它只是一种棋的感觉 我唬完以后你这两个就变损了 对 所以它对局的心情是有马上反击你的心情 但有时候呢 你会发现你是是心情上便宜 但是不见得大 所以这个一定要很理智的思考这个问题 对 但是这个时间可能不够用 所以当时就凭一种感觉 或者是一种气势上的反击就下了 主要是我觉得还是一种气势 它就是觉得一定要让你前面的子变损 但是走完这个以后 你看黑棋立即就搬 赶紧搬掉 你看白棋现在全局没有大的气可下 只有跟着硬 那么这地方黑棋肯定先锁交换一下总不可以 又走着了 因为本来刚刚讲有可能白棋能立到 现在黑棋交换成这样 对 木树上总是便宜的 刚才这个不糊就可以立这个 对 现在走成这样了 走完这个以后黑棋就搭这个了 这是很舒服的一步棋 觉得黑棋大树都走着了 对 把这步棋浪费在这稍微有点换了 现在我们只要其实简单的看一下就能明白 黑棋你看黑棋上方的两个脚明显比下方的白棋两个脚要大 那么基本上可以一眼换过去觉得黑棋的空应该是领先 那么厚上面黑的也只会比白的厚 所以感觉上现在应该是黑棋很成功的一个布局 白棋这个结构不太舒服 这拆二拆二拆 对 全部是拆二 拆二加起来没有多少木树 还是比较扁 白棋 没有什么成空的地方主要是 靠住了 靠 然后 白棋愤然反击 对 无法忍受 对 我们都知道崔泽汉是还是一个力量型的一个棋手 那么这么铺地板一直铺下去的 他是很痛苦的 他的棋呢 不愿意这么去很单调的去行棋 这样他是找不到头绪的 那么相对来讲的话 陈耀叶的官子应该是要比崔泽汉要越为强一些 对 所以下到后半盘肯定是陈耀叶 他这个时候他没办法 他已经觉得有点憋坏了 这个下的发不出力啊 对手就像太极拳一样 他完全找不到一个头绪 但这样发力你可以看到这个棋本身还是非常的损 这个子被黑棋给吃掉 这空肯定是亏不少 黑棋顶住 白棋飞这个 然后被黑棋又断打一下 这个能断打着还是挺舒服的 我觉得 对这棋白棋就很痛苦啊 你本身 本手大概沾上 但是这个被过来以后 整块棋倒是还得去做活 是 黑的或者跳小点也可以 他想撇一下 然后再什么压过来 但是人家就要打你 这棋就是你本身棋型的弱点 然后白棋最满意的当然是能够像这样了 像这样他是 他是可以什么 这样他是可以接受 是的 这是他的理想图 但是问题是下不成这样 对 先断打一下 战斗 长出 这棋就是莫名其妙的这个地方就展开战斗了 跟吹吹汗下确实会发生这种情况 他总是在那个很奇怪的地方就给你发力了 还道理这个靠大多数人还是不太敢选的这样 这这子吃掉实地还是太顺 你先损了 而且先损了不说 人家这一拉回去你局部是没有进火的 这块棋 只能打截杀 那你再站起来有点累了 而且黑棋那已经很厚 等着你那都 是 白棋断了一个 他先断了一下 白黑棋提 就不能打去打他一立 出事了 对 他在low先生 对 气就杀不过了 他可以长出去气来 再给你杀气就行了 所以这个 单提掉 要提 再冲这个 再打 提掉 气不过感觉是 确实是 哦 他这前面先靠了一下 哦 最早以前 先靠了一下 这个次序没有 给大家摆上去 就是失误 对 我就觉得好像白棋怎么 怎么能这么实战呢 是吧 他在很早以前的时候 他先靠了一下 就是 我们给大家还原到这个旗星 对 靠跟这个退交换了一下 然后 在人家拆二的时候 他就已经靠了这一下了 对 黑棋一拆二 他就靠了一下 嗯 但其实靠一下 我觉得也没什么便宜 因为你本身 你掉这个 也是先手 嗯 那么还有情况 我可以掉了 照 但是你你拖 我就尝一下 什么的 这两个交换 我不觉得有什么便宜 很多时候靠一下是那种 就是黑棋比较坚实的骑行 比如说这边没有什么借用 他靠掉 对 那现在这个靠掉呢 也未见得就好了 嗯 我觉得如果说 可能到后来有点 如果说他不是早有预谋的 这个要反击的话 如果是下成这样 这可能是有预谋 我是觉得这个靠没有什么 便宜的 我觉得是亏了 因为你本身 你现在可以掉到这儿呀 掉到这儿来走 但走完这一代 你就已经没有任何的先手 不过他要是在靠之前 三手的时候 就已经瞄了这个反击 我觉得是不太可能 不太可思议的一个东西 所以更多的 我觉得他也是当时的 对局的一种心情 确实 好我们再来看实战的进程 不管即使他靠到了一下 我觉得也是一个 比较危险的一个战斗 这些尝出来 好白旗先断着一下 这儿有个紫接印的 好歹算是好一点了 不然的话 这个白旗看起来太勉强 反正觉得很无理 这个作战 接触 对 黑旗断 白旗只好在底下去做活 黑旗搬 挡住 粘上 但怎么看 这旗白旗也不像形那样 这 这还是没活 对还得去做活 然后呢问题是这一地方 现在轮到黑旗下 一个大饼 形状很难看 关键是 黑旗这一段白旗 他这白旗先断了一下 先打了一下 对在这个 断打 对在这个之前 然后黑旗跳 先长掉 然后这一长 双注 要做活 关键黑旗现在这一段 这白旗就很 这已经快要命了 我就觉得 不好下 因为这个你可以看到 这个是先手 是的 如果你普通的这么走 活旗很成问题 这个地方 他这样虎一个能活吗 虎一个是活不了 虎一个他虎了一点 已经死了 对猴这个 我这个打先手能活吗 打完了然后虎了一个 好猴一个你能活 能活吗 不知道 哦打这个在虎这个 哦这样 这样倒是有可能 但是你你你打得到吗 呃你单虎 哦单虎 你要这样打我一个 你先点 那我就单虎吧 哎单虎 单虎你 单虎我挤 我挤 对呀我挤呢 那我不知道他 那那他走得着吗 那肯定走不着那些 不好走啊 走这个我是不是有可能就挤了 那就这样吧 走这个我就挡下来 挤你爬 爬不顶用爬亏的 你挤一个 嗯有可能 那我接上 接我拐你怎么活 不能不行 你就活不了 哦原来你可以挤一个呀 哈哈哈 因为你你你打了猴的话 我就可以点了 我可以点的打 点了你虎那儿的关键 你如果挡的话 我挡在这儿好像还不见得不死 啊对对对 还不死那样 是嗯 那你肩的话一挤是不好活呀 对被你挤一个 就死了 对对局部好像黑棋 没有进火 嗯白棋是出问题了 这样嗯 因为你猴你只能靠这个东西 肯定是不行的 我只能说是猴 我比如说利先手 或者肩先手 那我还可以考虑这样的活出来 但这个是太不像话 这两边都死了一会 对 那好像接挡 这样你活 没有啊 啊猴你跳点 跳点 我挡住也不见得活 挡住觉得活不了 这样 这样不会是静过 肯定 嗯 这不是个 这样猴这个打 打截 没有没有这是静死啊 他猴这个呢 哦他猴这个打截 但猴这个是吧 哦是这样 爬了就爬了点打截 嗯 对对对 是的 他要点点 主要外面松的鞋 打出品鞋 我就点一个吧 做一眼大剑 嗯 不管怎么 只要是不是近乎白这就坏了 因为白鞋本身 这白出一个结 对本身他就没破多少木棋 没破黑鞋多少木 这边也没有怎么样啊 嗯 嗯 所以他已经 这棋已经不对了啊 嗯 已经不对了 对啊 走不活了 我走不活了 怎么办 肩一挤 但是主人是 就是一个打截 最多 确实 他被一断怎么办啊 对 那他实际上已经弹了 嗯 嗯 我不知道他要怎么办 断了 他实在是点了一个 他点了一个 这也没什么作用 你点一个不怕的就挡下去吗 挡他也没啥用啊 对啊 他想干嘛呢 我不明白 他难道要这样吗 哦 那这转换好像有点亏吗 这 对 这个转换给你不太像型那样 是啊 就冲了只能这样转换 不是说冲完了 你还能接上转换 你得挤打这个 然后把脚上这两个子吃了 这块就全部牺牲了 哦 他是不是怎么这样点完 哎 点完再接 他是不是等于这个 点完了再接 你挤的时候 他再冲这个 哦 会不会是这个意思 他准备了这个 还挺妙的 他这个地方 是不是这个意思 那我 我打呢 你打他 那他这个转换他就可以接受了 他好多了是吧 对 这个转换他就算了 你提掉他跳进去 也就也就算了 这他好多了 就是你挡的话呢 他再打 不你肩 嗯 这样能活吗 我团到这来的 团到这儿 团到这儿 团到他猴 要不他度过 度过牵手吧 度过 你确定是牵手 你可以冲断我 对冲 有点复杂 看不清 嗯 如果度过牵手 我再猴 可能有希望 我觉得 那倒是有希望 但是等等等 我要火你 可能 火在这儿 你把这个火掉 对 我不太确定 这样行不行 嗯 因为这个地方 他冲断了 我打两下 我可以从这儿冲下去 看起来白旗也挺危险的 看形状的时候觉得 白旗也挺危险的 那挡他也没没什么意 也不上行啊 如果他不行的话 我觉得 好像是 我现在看是觉得不太行 啊 不过当然 陈燕燕的实战下巴也没毛病 也挺好 他先加了一个 他先加 他就是 人家点的时候他加的 他就是 觉得你挡的时候呢 他是不是害怕人家把这爬掉七子了 啊 就这样他把这两目给抠掉 要更狠 要把两目抠掉 这样他再打了 冲过去 白旗只能打了冲 然后一起打 打 吃个嚼着 不过那样子 我觉得这个旗 实在是觉得白旗不太像型的样子 这个死了还是挺大的吧 123456789101112 1325 对 我们来看只能是下了这个段话 嗯 脚上 10 这个白旗有点亏哦 我觉得 这肯定不应该也是不太行 对啊 以后这个关子还可以加了度过的 都是 味道啊很不好 以后我 也还有可能搬了 搬了 然后再搬 里面的味道 就是这一代可能还有点接用 对 搬完了这街上 还有点事儿 对 这个白旗肯定是也是不行 嗯 实在他就是要把这两幕给你抠掉 可能 就这个意思 反正 这棋 实在看不出来 黑旗打下去白旗有什么手段 所以他好像 不明白 突然间就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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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段 这局部 你刚刚讲了 不好活啊 对啊 白旗要怎么进活啊 这棋 实在点 黑旗扣这两幕 对 白旗转换 会然的转换 然后黑旗打吃 把脚全吃了 这个局部是做不活的 对 看这脚吃了 应该黑白旗是不太会醒的 而且这现在等于说把这也吃了 对 他看实在是下成 嗯 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转换 嗯 这我觉得这一棋好像 已经差不多了 已经差不多了 这皮鸡明显吃得大 这个吃了 全吃掉了 这十 从这儿到这儿全吃光了 三十 四十 白旗45 不到五十目吃了 嗯 黑旗至少吃了六十五 这个 那比它大多了 对大多了 大十五目的 而且黑旗还是先手 对黑旗还是先手 所以这个棋肯定是 白旗应该不太可能下的动 嗯 所以刚才这个搬出来作战的手法 还是有点过分 对 现在我们来看上方这个棋 大概 我看这个二十 二十五 四十六 这块棋大概四十六 行 那么那边就算点它十五目吧 也就六十目 那这黑旗你刚才说 这儿六十五目的话 这已经一块都抵它全盘 这剩下的都是链 对啊 这块应该有六十五 还要 我觉得还要多一点 是的 所以这棋还该黑的 你这棋应该奔着盘二十去 所以所以他一下这个棋就崩了 还是这个布局出了问题 我觉得 他当时不反击呢 棋也是不太好 也不太好 这样可以 方向给压制住了 白旗的方向不对 他肯定是觉得自己不太好 所以才愤然反击 如果觉得好的话 可能就不会 采取那么激烈的招法 而且本身这个招法就有点过分 对 还是这个尖可能 我觉得还是差了比较好一点 现在 现在 现在黑棋 成阳叶只要是稳稳当当 只要不出勺 应该是没有问题 收收兵就可以了 对 黑棋是拐了一个 拐 然后白旗斑 对 再拐 连拐 连拐 黑棋退了一个 长 白旗虎 它退了一个 这地方有个点 点了 拉回来 有这个子尖也可以把这个吃掉了 对 打出来 翻吃 长 虎 跳出去 确保把这个子给撕掉 白旗跳 然后它是不是中间收一收 可以 没有什么太大的 黑棋 该黑棋粘上了吧 把这个粘住 这下得够厚实 对稳健了 肯定是觉得 觉得已经好多了 一般来讲 如果不是优质很大 不会粘这个 因为还憋着打结呢 我觉得这个粘 好像已经要宣布 这个 你告诉弟 对 你这棋已经差不多了 对 就是 觉得已经赢了 已经可以了 你就不要再 挣扎了 白旗接上 白旗要翻盘太难了 这个黑的 关键是 旗又厚 旗太厚了 这个空我们刚讲 至少是15目朝上 然后这个棋 黑棋没有一个断点 对 也要翻盘 这不太 全盘你都找不出 他一块没有活的棋 对 每块鞋的两只眼 巨厚无比 不然黑棋 挖毡在这 鞋上 这样打 拔了 对 又抓掉了 然后他再跑出来 嗯 鞋反正 够顽强的 吓得 对 吓得很 尽量把鞋给捣乱 但是问题是呢 其实也是 陈阳燕配合出来的 我觉得 如果陈阳燕 稳健点的话 也不会有 这么一个战斗 不过他肯定也是看轻了 他觉得可以 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他大吃 尝 这是 这个加不死 那冲了可以 对 他这儿铺一个 从这儿冲出一点 有鱼有了 这颗子 他刚才说这个子不是白死 对 所以黑棋呢 就选择这边棋子 好 然后跳家 虽然说白棋 这个地方是有点收获 但黑棋呢 在这个地方提了一个 整体来看 应该黑棋是不坏的 白棋吃了123456789木齐 对加上这个地方可能吃了些石木齐吧 石木齐 但是白黑棋这个抓了 应该就会有收获 而且这边呢 行程一排 对白棋下方啊 还有一定的压力 好人 陈阳燕肯定还在想 居然还要挣扎 这棋 嗯 然后黑棋在这儿 对 在这儿飞了一个 飞了一下 把这个中控给收住 对中控也挺大的 破镜 再往上一路 小尖 尖必须得守住 我觉得这个跳有先手 那边半边一火 对脚还出事了 所以是必须得守住 守着其实味道就挺怪的 所以以后我就走这个 能吃掉吗 是有点味道 对 这样冲 这一顶啊 对啊我就顶啊 顶完衣服过 这其实死的嘛 我觉得好像不太好吃嘛 对啊 好像是不吃 要活吧 这棋应该要活 对 好像 至少没有进杀吧 咱们保守一点说吧 不说别的 好像看起来是 不太像能够吃掉的样子 反正他也是 胡拼了 他又不够了 就是全部给你撑住 实际上好像我们看这样 应该是吃不掉了 是 正好你这地方你飞 我就挡住 你不能搬接 你搬接我这打完一做就活了 对啊 如果你点 就我夹这个地方有只盐了 哦 他飞完了 他夹在这儿 飞完夹在这儿 但我这个夹有一只盐 哦 夹进去 对我这一夹有只盐 哦 那有只盐 我不能搬 搬你一夹就没盐了 对 但是我可以 我可以夹一个 那有只盐就不用抬了 夹你吃我吃 提露正好有只盐 是的 是的 嗯 所以好像吃不掉 这棋 他也是赢了 要是不赢 肯定就出气了 哈哈哈 主要是赢了 嗯 这应该是有的 嗯 明显是有气了 这是做什么 走这儿 点了一个 嗯 长 对 它是长 然后黑棋 嗯 这个冲断了 顶动 这也是 这个冲也是 下屏一期 那边点着就不硬了 这肯定把那个 陈阳叶搞毛了 嗯 他心想你这棋 已经输那么多了 居然还要跟我奋战 嗯 然后还下得那么过分 是吧 嗯 嗯 现在就是 陈阳叶的表演时间 只要是不出勺 这个棋 应该是怎么都下不输了 现在等于这个地方 已经出了一个结 就是黑棋子 一二路一瞻 我们可以看局部就形成了 已经连不上了 啊 已经是一个打结 是的 呃 如果冲 它断打 这有个击打 对 已经是形成打结了 所以呢 白棋呢 现在上方还得要去处理 上方也不能死啊 接上 嗯 接 嗯 然后小尖 再去尖 黑棋贴 黑棋先跑出来 跑出来以后呢 先破了你的空 哎 他在长的 切 他搬了 直接搬的 这个搬了 嗯 搬住 好 黑棋充 充 黑棋把这个打结 其实黑棋现在 我们就算啊 最简单的 就这么把自己给连上 啊 因为这地方有断的味道 就这么连一个 别搅和了 啊 白棋补一个 这棋黑的 也也是赢多了 还不算这个地方 还有还有棋 这些就算不出棋 那空也应该是收不动 我这还还看着 这这对 这点一个是怎么回事 还不知道 一点一长 可以贴 可以贴 也进去了 所以现在就是 到处都不对吧 嗯 确实看 即使这个棋 投了的话也是很正常 是啊 但是他还继续在坚持 还是心有不甘 就因为这个棋 好像 呃 今天崔德汉确实是 发挥的不佳 是的 好像 不在状态 啊 没有很很早就不行了 对 早早就形成一个黑棋 而且是基本上 很难翻盘的一个局面 就很厚 空的多 基本上没有任何的 混乱之处 你都没有可以挣扎的 啊 像这个崔德汉 这样一个战斗型的棋手啊 他这样的一个脆败 其实也是很少见的 嗯 但是他很难出现 就一边倒的一个局面 是啊 力量没有 发挥出来 嗯 黑棋实战街上了 继续 重追猛打 这个 断打 嗯 白棋团柱 打结 打结的同志呢 瞄着黑棋里点余味 他就是这个意思 看看有没有机会在这里 他要断 其实要打吃 打吃这个 嗯 然后再踢回来 搬 嗯 这也是结材 如果你接上我一拍吃 你就挡不住了 一拍吃还是 就引死了 对 这是进死 没有打结 你打这儿我可以挤打 对 不要以为是打结 对 接上我一路搬过就行 他现在把这个给 哎 把这个给打吃了 就是什么意思 哦 等等 他要瞄成这个地方还要断 一会儿 也没什么 哦 断还有点 可以搅一下 也没什么用吧 不是现在人家提结啊 现在关键师 不是上头还有个结呢 对 他就是提了 提了 嗯 这个白的太不好办了 嗯 铺这个 铺这个这些 下手 走还是打结 这个结走的 那我先提了你吧 然后 他提 他先抓那个 这样形成一个转换了 黑琴把这个长出来 黑琴还长 他连提都不可以提 他只是多吃两磨一个 对 长磨数好 他提一个我就接上就行了 他提 然后估计再把这个打过来 这块算是活了 嗯 形成一个大转换 我感觉上 现在吃了这儿 应该也是黑的吃了大吧 这个 白琴活在这儿 20 这全死了 这太多了 这也吃了不少 我吃了些已经接近 50磨了 那边吃多少 60 70 89 20 21 呃 黑琴吃的是21 42 那么再加上白琴的磨的话 也差不多 那可能转换差不多 还黑琴稍大一点 嗯 如果提的话 你是沾上吗 提 反正就是一个关子的问题 不能沾吧 这样沾了一点 不是打结了吗 那就提你只能只能猴一个 回去 活是活的 但是就 稍微被四木齐了 搜刮了一下 像白琴还要继续挣扎 哈哈哈 他好像今天打定主意 这死活不头了了 他应该要中央不拱吗 那他现在没有拱 是不是提了一下 那个提了一下 对 哦他提了这一下 打了一枪 然后黑琴就接上完 接住了 嗯 然后也没什么地方可打枪了 看一下他打这个 哦 这什么意思 挑战 这就是打枪了 提掉 然后冲 嗯 是不是在有欲要不要头了啊 这次 他是要把黑琴的气撞紧吗 嗯 然后长出来 哦 还是有 还是准备了刀的是吧 对 不管怎么说 下的还是挺漂亮 那断这个 他要干什么 他把他气撞紧了 他要撞紧黑的气 然后他 搬一个 搬只能是走这种 对 团打 然后把鸡冲吃 鸡掉 哎 我看看 哦 那边也接不归 局部这边是没气的 咱上呢 这边是没气 断这个可以吃回去 哦 但他那边接不归 哦 那边接 那边接不归 这样长出两口气 是这样 长出两口气这一吃 这边接不归 嗯 所以得吃这个 嗯 这还是有点齐的 不管怎么说 他不是瞎搅在这 对局部还是下出了好手 然后再把这个打吃 打吃 但是他下出好手 有用吗 没有用啊 这是把这个 挤了一下 嗯 他这个是断 把这个给吃进去了 就是绕一圈 他这个吃便先手 这样你 你只能断吃以后 他就吃掉 可以把你这个吃掉 但问题是他这个 还是有收获 打了一下以后 这个掉了 哦 就是这样打了一下 看到他打吃这个挤的时候 跑不了 所以就是说你吃这个那 那边又掉了 可以整体来看 也没什么便宜 他就打了一下 对 打一下 然后再断打这个 对 然后可以白奇把这个 白奇打这个 打这个 然后黑的挤 那挤的时候你不能要了 或者尝死了 把这个断 嗯 白奇飞的二路手把 形成巨大转换 嗯 在这 飞的二路手把 好 一起把这个 接住 接上 嗯 踢 踢 踢 把这个打掉吧 接上 嗯 接打 踢 嗯 嗯 长回来了 对 这好像差距已经挺大了的吧 我觉得白奇 对 然后就加了一下 对这加吧 你就狐皮 你被人家顶死了 他一直 他的意思就是说 你你沾上的话呢 我就抠你两目 本来这两目抠不着 那接上我爬了 挡回去 不你还得 对因为你本身走 是后手 是的 本身你爬完以后是没起的 直接爬的话没用 对 味道有点怪 但是是没有骑的 嗯 那加一下就是 骗骗对手 对 那陈阳叶肯定不是那么好骗 嗯 应该来讲就没有什么了 后来 对 后来就是小关子了 嗯 最后 啊这个骑最后 谁在他属子了 对 他属木了 还有没有 没有头料 就是黑骑剩十八木板 十八木板 就差距相当大 很难想象 这么大的差距 居然还要数 对 崔子汉肯定也是火了 我觉得一般来讲 这个 一般来讲 起手下这个时候 他早就该认输 对 他肯定还是火了 就是 还是对自己的发挥 不太满意 嗯 就是整盘棋 完全没有下出 吹老汉的风格 这个 我们讲这个 吹子汉 号称毒蛇嘛 就是属于战斗性的 这个我们可以看到 整盘棋 毒蛇一直在被压着 他 我上来就是 嗯 有点惨 对 还是发挥的很不理想 嗯 不管什么 陈耀夜还是下的很精彩 没错 没错 从头到尾还是 这盘棋应该说是 陈耀夜的完胜 对 吹子汉没有机会 因为在这一带 他没下好之后 一下子这棋就急软直下 然后他又急了 对 开始跟人家拼 拼完了之后 发现这棋已经输多了 对 或者是不是这个地方看错了 这一段 吼不了 他可能这个 他可能以为他能火 对 这地方是个盲点 因为断 你刚才如果尖 如果挡住的话是火了 但是尖 黑棋团这个确实是 他容易是个盲点 应该我们刚才也是要看一顿 才看到这个点 没错 因为尖的时候 确实团没有这个感觉 他以为总是挡住的 对 没有这个感觉 因为你走别的 他可以跳点 尖如果你灭这个虎的话 他可以跳点进去 是的 所以第一感是挡住 但是这个 这个团确实是 单团 不容易想到了一股 抛手 确实 或许就是这个地方出了点问题 帮杯断的时候 发现 做不活 琴吉点到这儿 已经 就是不是他 不是他的 所以前面所构思的东西 琴吉制造了 那么转换完这个期 恐怕就已经 不对了 不对了 对 那么这样一来呢 陈耀业今天战胜了崔哲涵 就取得了三连胜 对 三连胜在那个能心杯上市 我记得是有一千万韩币的奖励吧 对 对 然后明天 因为已经没有人选了 所以我们肯定的告诉大家 明天是对阵日本队的张许 对 这也是日本队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 不管怎么说 还是希望日本队有些表现 但是我们当然希望谁要叶赢了 对 张许最近在日本的战绩也是非常的差 已经没有头衔了 以前最好的时候它是日本的五贯王 对 这个头衔 现在一个都没有了 现在最厉害的是日本最厉害的锦山玉泰 但是他们因为赛程的一个原因 他没有参加 没有参加这个 所以我觉得按照现在这个无论是气势上 陈耀业已经三连胜了 无论气势和目前的这个状态和实力 我还是觉得陈耀业明显还是占优的 而且他今天旗下的很顺很漂亮 没有给对方机会 好 那我们这盘棋先为大家讲解到这里 一会儿我们将为大家带来另外一盘 女子为假的精彩对局 好 休息一下 一会儿见 一会儿见 谢谢大家